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 包括的主要内容 包括后的主要内容包括 共和动力车与电动汽车的比较 继续墨西哥2024年选举中的政治暴力 请大家收看 墨西哥2024年选举中的政治暴力 过去与未来 威尔逊中心 随着墨西哥临近期近期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选举 它也面临着一个令人担忧 且常常被忽视的现象 这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政治暴力 这个复杂的问题影响着墨西哥民主的根基 从2018年到2024年3月 墨西哥共发生了1709起 针对从事政治或政府工作的人员 政府或党派设施的袭击 谋杀暗杀攻击和威胁事件 政治暴力远远超出了犯罪组织和卡特尔的动态 它是由高度的免职犯罪团伙之间的重新调整 法治和对政治家和政治造者 逗选人的保护的缺乏所导致 鉴于联邦政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意愿较小 以及脆弱的国家选举委员会 I NE和联邦司法选举法庭TEPJ 业法庭TEPJ 有必要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仔细评估 专家们认为2024年的选举将是墨西哥有史以来最暴力的选举 因此需要更多关注这个问题 墨西哥面临着太多的利益 包括墨西哥人的生命 将政治暴力正常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政治家、政府官员、执法机构、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必须予以关注 根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的数据 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成为地方政治家的职业 2020报告的事件中 60%针对政府官员的影异攻击 其中一些以枪击或殴打致死 其余的攻击被归类为非直接攻击 包括骚乱和网络攻击 这种暴力水平是墨西哥超过了 针对政府官员的有异攻击的全球平均水平 政治暴力包括出于政治目的或动机而产生的暴力 通过消除或压制政治意义来制造政治竞争和政府合法性的冲突 政府和政党利用它来保持权力或伤害对手 犯罪团伙利用它来口吓对手或为其盟友的政治家争取支持 政治暴力的逻辑和性质取决于失保者及其目标 杀害政治候选人或以当选或在职的公职人员只是冰山一角 政治暴力超越了选举周期包括绑架 袭击 强击伤害 对个人和家庭成员的袭击 恐吓 私人通信的截获和网络欺凌等一系列行为 混合动力车与电动汽车的比较继续 对于美国加快过渡到电动汽车BEV的问题来说 2月份并不是一个好月份 2月28日 苹果公司宣布终止其自主开发BEV的泰坦计划 据报道 该项目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同一天 中国最大的BEV公司比亚迪宣布推出一系列廉价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TETV其中最低价的一款售价 略高于1万美元 同一天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提为美国最环保的汽车可能会让你惊讶的文章 文章报道了美国能源效率委员会的Guyler Cars报告对2024年 美国市场上的1200辆个人汽车进行了分析 对于每辆车 它估计了其道路运营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制造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以及氮氧化物 溢氧化碳和颗粒物等常规排放 获得71分满分100分的胜者是丰田普瑞斯Primacy 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前十名中有六款是BEVR第六名是另一款PEGV 丰田RF4 Prime第七名和第九名是由汽油发动机 在行驶过程中为其电池充电的汽油 混合动力车现代Elantra Blue和丰田Carriol E 因此在2024年美国市场上 十辆最环保的车中有四辆是混合动力车 去年美国人购买了140万辆混合动力车 而电动汽车的销量为110万辆 但一些关注气候问题的团体 对混合动力车的持续受欢迎感到不满 公民团体在去年12月 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投诉 声称丰田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称号是误导性的 确实 尽管混合动力车的碳排放 比比一亿更高 但大多数混合动力车的电池 比比一的电池要小的多 制造过程的碳塑剂也明显降低 联邦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 是否向当前《环境保护署》对新车辆的 每家文英里数要求所暗示的那样 认真推动用Bev替代内燃机器车是否为时过早 正如我在以前的通讯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到2032年充电基础设施将远远不足以处理 67%的新车辆为BED 此外电力网络将无法处理如此快速的过渡到BED电力生产也不足够 由于这一系列问题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 要削减环保署的每加轮英里数规定 国会的共和党人突变支持这些修订 他们对太多太快的担忧与汽车工人工会共享 这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党选民群体 因此我对《华盛顿邮报》2月18日的一篇文章 《拜登政府考虑减缓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标题并不感到惊讶 副标题是面对底特律和工会的压力 环境保护署可能推迟旨在加速电动汽车转型的尾气排放规定 鉴于当今电池电动汽车的局限性 与内燃机汽车相比混合动力车的显折优势 近期关注混合动力车是明智的选择 空中缆车是否是一种新的快速交通方式 这回城市前水索马尔茨迪迪萨埃2月9日发展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对于美国的空中缆车来说 天空是极限 文章提到这种缆车可能是缓解达拉斯地区的交通拥堵的答案 这是指对达拉斯郊区普莱诺培诺的一个商业区的提议 该区拥有800多家企业和平日人口16万 北德克萨斯地区交通委员会鼓励城市考虑空中缆车系统 普莱诺已获得联邦拨款 用于将这种缆车与其他交通选择进行比较 文章指出一些海外城市已经拥有这样的缆车系统 比如布利维亚的拉巴斯和墨西哥城 它们适用于地形复杂的地区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滑雪度假村都有这样的系统 文章中引用了一位空中缆车开发商的话 他指出缆车设计用于12英里以内的距离 速度不超过18.5英里小时 一个正在认真考虑的空中缆车项目 是连接洛杉矶联合车站和到期体育场的提议 距离约1.2英里 文章中引用了一位支持者的话 他说该缆车的容量将达到每小时1万到1 2万人 但这实际上是双向旅行的人数 一个更现实的单程估计 比如从联合车站到体育场将是每小时5000人 为了在一个小时内运送这么多乘客 每个缆车需要搭载28人 有哪些提议中的系统 有这么大的缆车 支持者对缆车系统在比赛日减少 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的估计非常乐观 但根据对乘坐交通工具 前往联合车站乘坐缆车的人数 进行更现实的估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估计 只有608辆汽车被减少 而且只有在比赛日售庆的情况下 支持者还估计建设该系统的成本为3亿美元 其他人认为5亿美元 其他人认为5亿美元 是一个更现实的估计 即使到其体育场为建设和运营支付费用 为了服务不到5000名乘客 而且只在比赛日进行 这样的成本是否有任何意义 空中缆车始终是一个小众市场 它们不是快速交通工具 也不是真正的交通工具 它们可以解决地形复杂的地区的低容量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滑雪度假村会有这样的系统 但它们肯定不是解决达拉斯 洛杉矶或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交通拥格问题的答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我们讨论了墨西哥2024年选举中的政治暴力问题 墨西哥面临着严重的政治暴力问题 这可能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政治暴力不仅来自犯罪组织和卡特尔 还来自于政府的无责任态度 犯罪团伙之间的重新分配权力 法治和对政治家和政治候选人的保护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对墨西哥的选举制度进行仔细评估 并且政治家 政府官员 执法机构 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货核动力车和电动汽车的比较 最近一些报道指出 货核动力车在环保方面可能比电动汽车更有优势 虽然货核动力车的碳排放比电动汽车高 但他们的电池更小和足迹更小 碳足迹更小 碳足迹车在充电设施和电力网络方面也更具优势 因此在推动电动汽车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关注混合动力车的发展 最后我们讨论了空中缆车作为一种新的快速交通方式 空中缆车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应用 但他们只适用于地形复杂的地区 并且容量有限 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空中缆车成为解决交通中堵问题的答案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不要一味地追随潮流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明智的选择 墨西哥需要解决政治保育问题 我们需要关注混合动力车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新的交通方式保持理性的态度 这就是今天的六度简报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容 是六专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orm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